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姨凱 歡迎來到我第二輯頻道 我們就為大家分析的是 全新的雙周副本卡片 馬門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張卡片長得很像 別西普 沒錯 所以我就把它稱作 別西普的妹妹好了 這張卡片的卡片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覺得我會為了卡片而去刷這樣子的 一張卡片 但是 它的實用性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有太多可以取代它的卡片了 但是這張卡片呢 作為一個雙周副本 它的攻擊力其實算是非常的亮眼 在你練滿 嗯 雙滿的話 它會有三位上面的加成 它的攻擊力就來到1912 可以算是前幾名的魔族的攻擊力 那這張卡片呢 它的主動技能我覺得有點可惜 它只能解決電擊珠子 並且帶有小小的1.6倍的增傷 但是CD6我覺得1.6倍在目前的關卡來講 這個增傷已經不太夠用了 而且只有解決電擊珠子的話 其實有很多很多其他卡片可以替代它 我們接下來就來為大家介紹 哪些卡片可以替代它吧 首先是我們這次的地獄集卡片 其實就可以完美的替代這一次的雙周副本卡片 它同樣可以炸板 而且同樣可以幫你轉出光珠來 我們這次地獄集卡片其實已經 完全的打臉這次的雙周副本卡片 所以我覺得在出完地獄集之後 再出這樣的雙周副本卡片 我覺得有點奇怪啦 這個企劃 那這次雙周副本卡片呢 三圍上面也比這一次的雙周副本卡片還要來的高 所以我覺得 你要念這次的雙周副本卡片 如果你已經有練地獄集卡片的話 是完全不用練的 那這一個地獄集卡片 它可以解決整版的 鎖定珠子、電極珠子 以及風化珠子 所以可以解決的東西 也比我們雙周副本來的還要多 所以 就用這張卡片作為結版的功能卡 就已經很夠用了 而且它CD5也比CD6還來的短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片已經做得很好了 那其實光隊還有很多其他的炸板的卡片 所以其實光隊好像也不缺這次的雙周副本卡片 唯一我可以想到 要刷這張卡片的理由就是 它真的長得還蠻可愛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 卡片分析系列的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這系列的話 不要忘了按下點訂閱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覺得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那我是喜歡RuKai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